于阔海突然说道 石道友稍待 道友还有何吩咐啊 天前石道友说会一些 破障解禁的秘术 不知所言可真啊 非是在下自夸 虽然修行境界一般 但是破解禁止迷障巡途的本事 在下的确是有一些的 不过和诸位相比自然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两长老瞧出点意思传言问道 于道友 你此时询问这个是何用意啊 于阔海面色不变 既然天水宗和铜天剑派 想拿我们当炮灰 我们何不找个炮灰在前面里 眼前这人送上门来 又自擅长破镜 那不正好合适吗 韩丽虽然听不到于阔海等人的传音交流 但是以他这么多年 与人勾心斗角的阅历啊 也大概能猜出传音的内容 他心中念头微微一转 脸上自然没有表露出什么 只是四下张望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这一幕啊 自然落在了 杨长老和于阔海的眼里 两个人心领神会地互相交换了下眼光 目光在此看向了韩丽 韩丽故意地说道 几位道友啊 不知能否指一条名路 好让在下离开 在下其实还有急事要赶回去处理的呀 于阔海脸上笑意浓郁 和颜悦色地开口 哈哈哈哈 迟到有如此着急作甚 哈哈 实不相瞒 你此番的造化机缘可是来了 你如今闯入的这个地方啊 是一处仙家秘境 里边机缘宝物无数 只要你跟着我们定能有所斩获呀 什么 仙家秘境 阁下是指这里吗 我说这里怎么看着有些不一般呢 韩丽的声音顿时高扬 显得惊喜万分 于阔海见状继续语重心长地鼓动他说道 不错 此处乃是那太岁仙尊的仙府秘境 那可是大罗级别的真正仙人啊 直到有因缘际会 能误打误撞地闯进仙府来 说不定啊 也是冥冥中有一场大的机缘 千万不要错过呀 副谷主也笑着说道 是啊 我等来自五湖四海 几位名门正派的同道中人 相逢就是有缘 不如一起探一探这座仙府 说不定便可以密得一场大机缘 韩丽一听的二人的言语 心中冷笑不已 若非对二人心思早已洞悉 只怕换作其他不明就里的修士 还真要被他们言语恭维给冲昏了头脑 周围其他人看似凌乱地四下站着 但是依然在韩丽的周围啊 隐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虽然脸上大多带着几分笑意 但显然不会轻易地让韩丽脚底抹油的 韩丽这时候摆出了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 摸了摸下巴犹豫着 于阔海看在眼里啊 心里都已经十拿九稳了 最像杨长老使了个眼色 杨长老会议立刻开口说道 啊 石导友啊 反正你此刻也无处可去 在这秘境之中 就如那无头苍蝇 与其到处乱撞一气 啊 还不如与我们一起探险 咱们人多力量大 倒也安稳些呀 这个 嗯 只到有如此犹犹豫豫 莫不是看不起灵霄门 烈光城 和我们倾锁谷吗 韩丽寒手沉思片刻 一抱拳说道 呈蒙诸位台 石某不幸荣幸啊 既然如此 在下愿意随诸位同往 不求能有什么丰厚报酬 只能求效 全马之劳 复古主见状倒是有些惊讶 传音给另外两个人 哎 这家伙还挺上道的 若是之后他真有本事自保 咱们也可以给他留条生路 于阔海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石导友大可放心啊 只要你极力相助 我等自然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好啊 韩丽听把憨厚的点头笑到 一脸成惶成恐的感激 寒暄过后 众人再度启程 朝着秘境深处进发而去 杨长老忽然问道 石导友啊 你这来的方向与我们不同 这一路上就没有什么收获嘛 韩丽脸上露出一抹羞愧之色 说道 方才若不是诸位告知 在下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进入了秘境 也就没想着去寻什么宝物 之后没多久啊 就遇上那头金属怪兽 被追得狼狈 连怎么跑到这儿的 都记不清楚了 于阔海摆手说道 哎 罢了罢了 之后我等一起行动 也就不会有如此窘境了嘛 韩丽拱手说道 那就多谢诸位的 于阔海几个人 见韩丽始终是如此小心翼翼 互相对视一眼 难免都起了轻视之心 只想着之后若有需要的时候 便把眼前这憨厚的中年汉子 推出去当炮灰 而后几个人各通了姓名 寒暄一番之后就再次启程 队伍沿着山林小道一路向前 韩丽起先呢 一直保持着沉默 默默地听着他们几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 结果发现十句中 有八句都是咒骂先前的夺宝之人 而剩下两句呢 也都不是什么好话 只是招呼的对象 变成了天水宗和通天剑派 韩丽寻的个时机 插嘴问道 于道友啊 这秘境中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天水宗和通天剑派的人吗 于过海本来不想搭理他 单见其一脸的畏惧之色 生怕他又吓退了 只好说道 啊 十道友莫有畏惧啊 这秘境啊 大着呢 他们两宗虽然在外面势大 但是此次进来的人不多 不可能全部都吞下 咱们的机缘一样是有的 复古主剑撞开口说道 不错 之后若是起了冲突 大不了咱们再联合黄蜂门和墨香楼他们 拒沙城塔 拒众城市 就指两大宗门 也得顾忌几分 韩丽连忙点头松了口气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复古主见他这副模样 嘴角不禁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 只是很快就掩藏了下去 那他哪里知道啊 对于天水宗和通天剑派这些人 韩丽压根儿没放在眼里 他更关心的是 齐模子和仙公的人 在不在这秘境当中 韩丽挠了头 似乎又想到什么 又问道 敢问几位啊 除了天水宗和通天剑派之外 可还有其他人 悠有哪些势力 是需要在下格外注意的 复古主有些不耐烦 池道友怎么如此啰嗦 你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 韩丽装作兴兴然地说道 傅道友 在下这不是怕不识真人 万一不小心惹他 不该惹的人 那不是白被给自己惹麻烦 也给你们惹麻烦吗 杨长老点点头 池道友 这一点倒是考虑得不错 是该注意的 不过除了天水宗和通天剑派的人 需要注意 其他的人 只要不主动招惹我们 不去理会就是了 韩丽一听这话 心里暗叹一声 这说了不跟没说一样吗 不过从他们的话中 可以看得出来啊 不管齐摩子和先公的人 有没有来 至少他们都没有 以真面目现身 否则以对方大罗镜的身份修为 这些人怕是 不会如此淡定从容的 具体情况也就只能跟着他们走走再看了 韩丽当下也不再发问 其余人似乎也各怀心事 队伍就安静了下来 众人漠然在林中行了数个时辰 前方出现了一座气势灰红的珠红色大殿 余阔海等人见到大殿呢 并未表现得如何欣喜 反倒是一个个绷着脸 生怕啊 又是一座被人洗劫过的无用大殿 众人来到大殿前 余阔海上前查看了片刻 松了口气说道 还好 禁止还在 杨长老笑眯眯看了韩丽一眼说道 嘿嘿嘿 史道友啊 你不是擅长破禁吗 不如来看看这是什么禁止 好 我来试试 韩丽知道 这是对方又一次试探 便抖抖袖子 做出一副要大展身手的样子 他走到店门前 上下打量了一下 就见呢 店门之上镶嵌着一块 镌刻有两只异兽 首尾镶弦图案的圆形铁板 上面镌刻着八个雷电针研符文 韩丽是一眼就认出了那八个符文 代表的是传说中的八部雷神 而中央的一阴一阳两兽呢 则正是两异兽 然而 韩丽并没有立刻开口 而是在一旁啊 抓耳头 时而沉思 时而又似乎有些疑惑不及 于阔海看得有点不耐烦了 员道友 你到底认不认得出来啊 破不破得了啊 若是不行 好叫我以力破法 强开了它 呃 于道友啊 这个铁板上的两翼雷兽 我认得出来 周围的真言符文 却是一知半解 只知道这禁制 主了丝雷法 一旦强行破解啊 只怕会激发禁制 反而将整座大殿都给雷电炸裂掉 到时候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了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